加入芒果TV会员 遵享明侦探学院第七季正片 超前营业 学院普拉斯 打开芒果TVAPP 搜爱拼才会赢 贴明学同款会员互动 上芒果TV 搜明学同款 够学长穿搭 专享会员好礼 上周 学长们根据线索步步深入 在诈骗园区意外发现了罗天真 下面就让小兔带大家一起深入现场 看看学长们与二姐之间的有趣控状吧 您看完 怎么呢 怎么呢 千怡 你们来按照我的吗 先生 你们不要把我卖掉 乖锐 来吧 他没来过 打扰了 对不起 走了走了 留了 快快点 太可怕了 这里面有活人 拍照 你们好 3 2 1 你们谁 我们是 明侦探学院 要做就做 No.1 好 我们是明侦探学院的新闻调查员 所以你们真的上来救我了 对 我们是在调查这个公司 我们其实是在调查 小树和小火 对 就是 外面不就是小树吗 外面是小树 来 出来 这里面 对对 我们进来吧 我们过来 我先跟您确认一下 他真的就是小树吗 你是知道他已经死了吗 男小树 是你杀的吗 我没有 我没有 你可以跟我说实话 你说实话 我们不跟他们说 那边还有好几个人 我们都 你跟我说实话 咱们偷偷地来这边 来 你小树告诉我们 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 我就录个音不录像 好 你的一些发言 就成为证堂证捂 对 不是 我是批了业以后 找不着工作 然后我和小树是同学 好 小树是小树的地点 然后他说 这边是有一个还不错的工作 是做直播电商的吗 跨境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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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们来到这儿之后 发生了什么呢 他开始跟我们说 这边工资很高 待遇很好 可是不一定的面上 就是说要我们跟家人讲 我们 我们 你想得到什么开心的事情吗 多想想难过的事情 然后说 什么 头发疼两千块 等一下 我让他卡掉了 好 没事 没事 这段一定会在会员 更加版的花絮里面播出的 完了 熟人就就是会这样 对不起 让你在里面久等了 刚刚没有发现 来 好 然后我们二号的时候就过来了 面完了之后呢 说让我们等通知 我们就在这边玩了几天 什么去了网吧 风行街 还去了 跆拳馆 嗯 我们注意到的 然后七号的时候 是小树跟我们说 我们面上了 七号的时候小树说面上了 对 然后我们就一起进了 然后我们就一起进了公司 所以小树是 其实是 发起这一切的人 所以你们三人里面 小树是负责 直接跟这个公司联络的人 对 小树带头 但是我们进来的时候 他们说要把护照 手机都收走 我开始是觉得很奇怪 但是小树说 这就是M国 他们上班的习惯吧 也没太多想 而且小伙当天就安排出差了 小伙当时就不在了 小伙当天就出差了 七号就走了 就不见了 七号就不见了 就你和小树 所以小伙一来 可能就意识到不对了 对 就跑了 不 找到他就走 我在这边待了几天之后 我才发现这个公司不对劲 那可能是你 你待了几天才不得 我们进门一瞬间 就发现不得劲 太不得劲 他每天没有给我们 安排什么工作 每天就是喊口号 我以为就是让我们打鸡鞋 好好工作 可是就是确实这三天反反复复 都重复着一件事情 而且小伙也没有回来的迹象 有点像传销 是 像传销 然后我是在上厕所的时候 听见了贾经理打电话 我才意识到小伙被卖走了 被卖走了 谁被卖走了 小伙 小伙被卖走了 不知道你此时此刻 有没有想要同为一名 见习探员的一个想法 没错 你们需要我做什么 你们 我们这边正好在招人 这个流程吗 不知道 不行 加一下 没事 先继续讲 继续讲 你是哪一天听说他被那个人 他电话里面是怎么说的当时 总结下来的就是 小伙到了这之后 被他们卖走了 卖走了 他就去了别的地方 然后我就意识到 圆区交往 好像小树是不对劲的 小树是不对劲的 因为一切都是 小树在组织的 然后我就想回宿舍的时候 然后正好就碰到他 在门口 然后呢 我们俩是起了点争执 然后我就质问他 是不是要把我们卖掉 我感觉不对 我都想往外跑 然后他说是 然后你就上去嘎了他一下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杀他 是我们要起争执的时候 你知道我想跑吗 然后一个反刺用力 他都自己撞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他拿 他是拿手 然后刀子是他 刀子 不小心插进去了 因为他想拿到捅我的 他想拿到捅你 不是 他就想威胁我 然后让我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 然后你推了他一下 他脑袋磕到桌子角 我没有推他 我只是挣脱他而已 好的 好的 的确 这里是有血迹的 然后你知道是这样 这个屋子是谁的房间 因为女生宿舍 男生宿舍是在隔壁 这个房间 为什么你们会在这里 是因为我们两个一直吵 就是碰到了之后就吵架 然后一直在这个屋子 他把你 威胁着你 把你拖进来 因为发生这个事之后 我也觉得很害怕 我就赶紧拿着 藏着我护照的箱子 我就跑了 跑出去之后 我身上又没有钱 我又没有手机的 我在外面挨了两天饿 我就想来公司附近转一转 两天饿 瘦了好多 怪不得我说瘦了 然后呢 结果回来之后 发现整个公司都搬空了 所以我就想他 溜了 他是逃出去的那个人 对 有人逃出去是他逃出去的 是他 对 那究竟是谁留下的那个信息 有人逃 他 我不知道 小伙 不是 小伙 应该不是小伙 小伙 对 没力了 小伙 没力 然后呢 然后 你在这有朋友吗 我没有朋友 没朋友 关系近的也没有 只有小伙 只有小伙 那你可以把我们当朋友 然后呢 回来 发现搬空了 回来之后发现搬空了 我就只能全在这儿了 然后就是我也没有钱 我只能捡他们剩在这的车 你们有什么能证明你们身份吗 有 是这样 你看这是我的个人媒体的一个认证 然后上面有写的 你看这么一个认证 官方认证 是的 然后这个是 他的银行账号信息 对 他是有这些流动资金的 没错 我手上是 是 是有 对 这样你看放心了吧 你看看完 看完我们的信息之后 就放心了 是的 所以就是你们可以救我们回去 可以 你就跟我们走 可是小伙怎么办 但是我们现在也想闹进入这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你们是还有同伴吗 因为我听见好多人的声音 我们有同伴 对 但是只有最聪明的三个人 才在这个屋子 对 他们都 脑子都 他们有些有那个 对 你多理解 一会你看到他们不要觉得奇怪 有些什么戴着黑帽子在室内 然后戴毛线帽那些人 然后你就千万不要介意 对 走吧 朋友们 在楼下吗 朋友们 我们这儿捡到一个人 逃跑的那个人被我们找 逃跑的人被我们发现了 他没有跑 谁啊 他就在柜子里面 对 他就是 他被我们抬到外 他就是 有点爱人 我们把他摆的躺到外边了 你们自己出来看吧 因为这不是活人 对 你们过来 过来看一看吧 吓人吧 你长得非常像电视里的一个明星 快 你快看 快搜搜一下 好好好 哈哈哈哈 谁欣赴他 谁欣赴是吧 这位不是 谁 哦 好 好 好好好 好好好 哦 好 好 我们有你的东西 我们拿给你 来来来看看你的东西吧 识侃 进来吧进来吧 哎呀来 认识一下 认识一下 先让 认识一下 哈哈哈 认识一下 认识一下 好 辣 哎 哎呦 哎呦 天呐 这是你的房间吗 你乱翻女孩的东西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哎怎么这些就只好干嘛 乱翻